王凯演过很多作品,他的演技自然是无话可说,非常不错,靠实力吃饭,但是,王凯私下里是什么样子呢? 4月21日上午,有摄影师曝光了偶遇王凯的画面,场面有些火爆,摄影师表示日前碰到了王凯,当时他正在地下车库里行走,旁边还有一个女士同行,摄影师拿出设备开始拍摄王凯,结果王凯不买账了,他立刻抬起胳膊。 伸出手指,指着摄影师的方向和位置,这是咋了?见面就抬杠,王凯怒指摄影师,不禁要问,明星艺人和媒体记者们的关系都这么剑拔弩张了吗?王凯看到摄影师在拍他,他就停住前进的脚步直接怒指,给人一种怒气冲冲的样子。 王凯旁边这位女士,短发戴着眼镜和口罩,看不清楚面部无关,所以无法分辨到底是谁,或许是王凯私下普通朋友,也可能是助理或合作伙伴,真实身份沉迷。 很显然,王凯不想让摄影师拍摄他和这位同行的女士,只不过,王凯这个脾气也太火爆了,动辄就怒指,这样不太好吧。 随后摄影师便停止了拍摄,王凯就离开了地下车库,王凯这个暴脾气不是第一次发生了,大家还记得王凯和女演员童谣一起聚餐吃饭的画面吗? 此前两人聚餐被媒体拍到,王凯直接掏出手机,打开反光灯,对准摄影师开始反击拍摄。 感觉到,王凯就鞑出了个车库,王凯是在佛大带 час的情感,需要任何章库,王凯有点一种感觉的效果,王凯有点一种感觉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